高质量的睡眠不止让孩子第二天精力充沛 还能保证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 促进骨骼的生长 那当然除了睡眠健康的日常作息 还包括其他的方面 那这一集的育儿有方 看专家有什么好建议 早上八点半之前起床 洗书吃了早餐 再出门到祖屋楼下的游乐场活动 回来我就会开始准备午餐 然后我准备午餐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选择要玩一些玩具 或者是要继续的阅读 午餐之后我就会让他去睡午觉 大概是在一点到三点之间 然后起床之后呢 如果天气好 我们可能会去图书馆 还是去动物园 回来之后就会一起吃晚餐 晚上大概八点半到九点之间 我们就会让他准备睡觉 这是潘恩宁三岁女儿的日常作息 目前女儿还没有上幼儿园 因此恩宁特别为她制定日常活动时间表 一开始会想要有固定的作息 主要就是因为睡眠的问题 睡眠时间点会直接影响孩子 入睡的一个状况跟时间 因为我曾经有尝试过孩子 我想要孩子八点睡觉 但是他可能到十点都还不能睡觉 就是因为他早上没有更早的起来 或者是间中午觉睡得太晚 还是没有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让他消耗体力 所以就影响到他的睡眠 所以像现在的话 他八点半或九点开始准备睡觉 大概九点或者是九点半 就会入睡了 然后过程也不会像之前会哭闹 他就会可能自言自语 或者是安静了 在那边就可以睡着了 让孩子的生活作息有规律 到底有多重要呢 专家指出 合理地安排孩子的日常作息 不只能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 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 我们指的正常作息 也不只是睡觉的时间 包含起床的时间 用餐的时间 还有休闲运动的时间 建立好的日常习惯 甚至孩子好的清洁卫生习惯 因为能够有固定的一个 良好的演习习惯 能够睡眠充足 那你身体健康 你精神状态也会特别好 而且能够有助于你的情绪稳定 那在学校孩子 也能够有更好的学习效果 因为他精神很饱满嘛 很多孩子如果他们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不懂好像起床之后需要做什么 他们有些时候会影响他们的自信心 会影响他们有好像比较焦虑的问题 因为他不懂下一个我要吃饭 还是我要去玩 还是我要读书 所以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表 有一个常规的那些秩序 对一个小孩子的成长会有帮助 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五岁以下孩童 所需的优质睡眠时间提出这样的建议 0到3个月的婴儿 14到17个小时 4到11个月的婴儿 12到16个小时 1到2岁的儿童 11到14个小时 3到4岁的儿童 10到13个小时 这当中包括夜间睡眠和白天小睡 至于理想的入眠时间 医生建议从孩子早上起床的时间 往后推算 建议就是越早睡就越好 因为早睡早起 有的时候说身体会好 尽量可以的话 差不多9点之前 6岁以下的孩子 应该已经开始在睡眠了 太迟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脑的发展 我们知道如果好像12点过后睡眠的话 很多时候他们脑部的发展 荷尔蒙的上升 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 另外一个 如果他晚睡的话 他起来也是会比较晚 尽量可以的话 一两个小时的午睡 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足够也不会太长 不会影响到晚上睡觉 学龄前的儿童 时间观念不强 因此医生建议父母建立睡前流程 给孩子营造上床睡觉的氛围 帮助他们轻松入睡 尽量可以的话有一个程序 好像冲个凉 在房间里面不要太多跑动 给他读一个书 还是听一点音乐 慢慢这样的话 他们只知道要休息跟睡眠的时候 除了抓紧孩子的睡眠时长 以及入睡时间 白天的活动量也非常重要 尤其是户外活动时间 更是孩子日常作息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大肌肉活动的时间 其实应该要去坚持 但是很多家长很难做到 你想一天至少要一个小时的 户外运动的活动时间 那当然你父母要跟着 到主屋楼下去 就是说你必须要去 这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紧的 是对家长来讲是要坚持的 因为这对孩子的健康非常重要 活动对于身体的 好像骨骼的成长 他们的平衡的能力 他们的肌肉的发展 而且跟脑部的发展 也是有帮助 另外父母也可以在规律作息中 让孩子有一小段时间 自行决定想要进行的活动 很多父母就问我 如果太多这些作息的程序的话 小孩子就没有好像自发的那种能力 没有幻想的能力 所以我也建议父母亲 给小孩子一个时间 给他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太多的好像做戏的 一定要做这个一定要做那个 有一个好像我们叫做 自然发挥 就是我们自己要 就是以身作者的方式 去管理孩子的生活作息 等于是我们的作息 当孩子出生之后 父母的生活作息 肯定要做调整 就减少你的熬夜 早一点起床 因为起床跟睡觉的时间 是一个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的时间 要让孩子的生活作息有规律 不是两三天就能建立起来 而是预付一日长期坚持的结果 好那今天的市政委约就播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